大家好,我是艾菲尔 温宁播报3月7号到3月13号 这一周的重要星象 以及12星座的重要运势提醒 那么这一周呢 在春天的时刻 天空当中发生了哪些 这个重要星象 告诉大家呢 第一个重要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跟这个木星 在这一周会有一些 核相的问题 那么太阳呢 代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也代表是政府 那么木星呢 跟宗教有关 也跟这种人道主义有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周 可能会有一些 全球的一些宗教家 或者是说一些这种 比较属于人道关怀的团体 会纷纷表态 去关心一下 现在这个全球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一些战争 可能会有一些宗教家 或者是慈善家 伸出援手 那么因为碰到了 太阳跟木星合相 所以这样子的能量呢 大家会发出声音 希望大家能够 以和平的方式 来去解决纷争 所以这周会有这个现象 人道主义跟关怀主义 会是一个情绪高涨的状况 那么第二个重要星象呢 是太阳跟海王星的合相 在这一周也会发生 那么太阳跟海王星合相 会有哪些社会问题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说因为海王星 它跟药引有关 也跟这个毒品有关 也跟一些酒驾有关 所以我们在这一周的新闻当中 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这些事情 那么大家都比较对于酒驾 或者是说这个药物滥用的现象 其实大家都比较有一些警觉 所以这一周呢 社会新闻当中 如果频繁出现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知道说 可能是跟天空当中的行星的变化有关 再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 是火星跟金星的合相 进入到水瓶座 那么火星跟金星合相 当然都跟爱情有关 那么爱情的这个能量 进入到水瓶座以后 我觉得在这一周呢 所有的感情都被祝福了 什么样的感情呢 跨越性别的感情被祝福 跨越年龄的感情被祝福 跨越种族的 或者是跨越这个国境的这个恋情 都被祝福了 所以这一周呢 是一个非常适合谈恋爱的时刻 也祝福天下的友情 在这一周呢 爱情能够非常的顺利和谐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十二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又会有 哪些重要的一个能量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牡羊座的朋友 在春天来临的时刻 这一周呢 你要专注你的爱情 爱情呢 是新的恋情即将发生了 那么新恋情呢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对方 用一点耐心 用一点温柔 那么让对方呢 爱你呢 爱得更多一点 那么金牛座的朋友呢 这一周呢 适合广结善缘 在哪一部分要适合广结善缘 当然是职场当中 有可能你有新的同事 你有新的主管 那么跟主管之间呢 要有一些这个很好的互动 那么呢 主管也会非常支持你 双子座的朋友呢 本周呢 是工作当中的挑战跟压力 持续发生 那么建议你呢 要用平常心的这种 智慧来去面对 工作当中的挑战 我相信 有智慧跟平常心 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 巨蝎座的朋友呢 本周呢 是一个非常花钱的时刻 但是这个花钱呢 不是只是日常生活当中的 开销而已 它这个花钱呢 是投资的花钱 所以呢 你善用投资 我相信呢 本周能够 做一些这种布局 那么将来呢 一定能够有获得 红利跟回收 那么四座朋友呢 延续上一周的现象 仍然是要避免喝酒 如果说你是 经常喝酒的人 白天就喝酒的人的话 那小心啊 最近可能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日夜颠倒的现象 注意啊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 就要营造出生活当中的 幸福感 因为本周呢 是爱情 还有你的这个家庭运 非常和谐的时刻 你越用心地去投入 我相信你的家人 你的情人啊 都会更爱你啊 那么天秤座的朋友呢 本周会有一些 这个感情的波动啊 会有一些这个 旧情人的一个离开 也会有新情人的出现啊 所以呢 在情人的 这个来来往往之间啊 你要有自己的原则 自己的态度啊 重点就是要珍惜啦 那么天蝎座的朋友呢 本周呢 会有一些这个 范小人的现象 那么这个小人呢 可能就是你的邻居 有可能是你的同事 也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啊 所以呢 跟他们的相处 要特别小心 射手座的朋友呢 是要关注家人的健康啊 你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 你的他们的健康 你都要特别的用心照顾 那么如果说 你没有跟他们同住的话 记得呢 可以打个电话 关怀一下 那么摩羯座的朋友呢 本周呢 仍然是持续有赚钱的好运气 发挥你的才华跟潜能 你会觉得做任何事情呢 在这一周呢 非常的顺风顺水 而且呢得心应手 水瓶座的朋友呢 这周是太旧唤新的时刻 那么进入到春天的时刻 有一些冬天的一些衣物啊 冬天的一些这种 保暖的设备 其实可以做一些整理了啊 所以呢 家里面用不到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丢掉啊 是一个太旧唤新的一个 重要时刻 双鱼座的朋友呢 本周的运气是健康运大好啊 那么健康运呢 当然跟你的身体的能量 跟你的活力 是密切相关的啊 当你的心情好 你的健康也会非常好 那么本周呢 这个重要的十二星座的一些提醒 以及我们的天空当中的一些行星变化 给大家做参考